这个2027穿越者哈维尔简直就是一场闹剧 这两天我直播包括私信 很多人想听我聊这个话题 那我们就来巴一巴这个上半年最离奇的哈维尔穿越时间 根据西班牙男子哈维尔介绍 自己是在一家医院醒来 醒来后失去了一切记忆 从文件中知道自己的名字叫哈维尔 从电子设备中发现他所生活的时空是2027年 然而周围的一切还都停留在2021 只是让人奇怪的是 整个世界空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 甚至连一只鸟都没有 这个设定简直就跟日本现在特别火的一个动画 10纪元设定一模一样 然后哈维尔找到了他自媒体的账号和密码 以2027年唯一幸存者开始在网上发布视频 他表示这一切都非常奇怪 自己似乎和2021年存在着部分连接 导致视频只能被2021年的人看到 他在这里可能你跟我一样 认为这只不过是华众取宠的骗子而已 正因为如此 所以一开始人们都并没有相信他的话 而是让他去证明自己是2027年的唯一幸存者 而他也是经常更新视频 而证明2027年只剩下自己一个人 他曾经走到当地的街道上 大街上看起来一切照常 只是没有一个人影出没 他还出没当地的艺术馆 艺术馆内也一切照常 甚至地板上都没有灰尘 灯光照明设备等等也正常运转 只是艺术馆内一个人都没有 连保安都没有 应网友的建议 他还前去了当地的4S店 店内当然也是空无一人了 而且他也顺便顺走了一部崭新的手机 他还在白天的时候进入了一家餐厅 但是餐厅内别说顾客就连厨房都没人 任由他四处行走 看到这里有网友表示还是不信 让他去当地非常热闹购物中心 结果他去了 结果依旧如此 他还去了机场 警察局 消防局 甚至医院 这些地方看起来都是在正常运转 但是视频里就是没有一个人 而且他去警局的时候 还直接拿走了警车钥匙 开走警车 看到这里 很多网友们都开始动摇了 难道穿越者是真的存在 否则该怎么解释他视频里的一切行为呢 现在我来跟你们扒一把 其中我发现有三个证据 这第三个直接相当于实锤了 一 关于哈维尔的经历 网友们有很多猜想 有人问他是不是存在于高维空间 客观地说 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 要知道万物都是由原子构成的 原子的种类就这么多 一张元素周期表就囊括了 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氢原子都是一样的 没有本质区别 同样构成万物的氢原子也是一样的 如果哈维尔真的生存在高维空间 那么在他的高维空间里能看到建筑物和树木 就应该也能看到人 所以高维空间的说法显然是不成立的 二 还有人认为 是不是哈维尔存在于平行宇宙当中 就跟我平时看的科幻电影一样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什么是平行宇宙 这就要从薛定谔的猫说起了 话说量子力学建立的时候有许多派别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哥本哈根学派 他们的观点十分颠覆三观 让当时的科学家无法接受 其中作为量子力学的奠基人薛定谔也看不下去了 于是就提出了薛定谔的猫来反驳哥本哈根学派 薛定谔是这样描述这个思想实验的 假设有一种猫被关在一个装有少量雷和氢化物的密闭容器当中 要知道雷是有一定衰变几率的 如果发生了衰变 就会触发机关打碎含有氢化物的瓶子 猫就会被堵死 如果没有衰变 猫就会活着 根据哥本哈根学派的解释 由于雷元素处于衰变和不衰变两种状态的叠加状态中 所以猫就会处于活和死两种状态的叠加状态 那么猫就是既是死的又是活的 而如果我们要打开这个密闭容器 猫的叠加状态就会坍缩 要么死要么活 这个看法是很颠覆我们三观的 所以薛定谔觉得哥本哈根学派就是在胡扯 但是也有科学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平行宇宙的假说 他认为当我们打开容器之后 如果猫是死的 那么还会存在另一个平行宇宙 那个宇宙里猫是活得好好的 同理如果打开后猫是活得好好的 那么还有一个平行宇宙的猫就是死的 说白了就是 每当我们观察一次就会产生一个平行宇宙 不过这个理论一直都是假说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作为支撑 经常是被科幻作品拿来用 而哈维尔的事件如果发生在另一个平行宇宙 他要把短视频回传到我们这个宇宙 这用互联网是不可能做到的 需要借助虫洞来传播信息 但是哈维尔直接拿手机就可以发短视频 这显然太牵强了 所以说呀 无论是高位空间还是平行宇宙 都没有办法解释通哈维尔的事件 反而显示出哈维尔这个事件有很多破绽 那就属于第三个穿帮镜头了 我在他的个别短视频中 直接就发现了移动的车和无人机 除此之外呢 他对于网友的提问总是选择性的回答 比如网友们询问 这届澳洲被冠军到底是谁 哈维尔呢就直接选择忽略这个问题 不仅如此 哈维尔自始至终都不露脸 而且遭遇了这样奇葩的事情 我们完全感受不到他的情绪波动 连他手上戴不戴表 戴什么表都在不断变化 这就说明了哈维尔其实并不是一个人 所以我判断这些短视频 都是专门挑在一个人少的时间段进行拍摄 如果不小心拍到一两个人呢 再通过极其专业的后期制作辟掉就好了 所以这显然不是一个人在制作短视频 而是一个团队 如果你们觉得以上三种说法都不能证明的很充分 别着急 我还发现了哈维尔全网都没有人发现的最大漏洞 点赞跟我下一条视频相信你直接会目瞪口呆